大家好,这里是南院命理研究所 今天我们要讲准确预言了灾难的印度男孩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点赞收藏 谢谢 印度男孩阿比亚阿南德 是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2020年3月份火起来的 他以占星术预测未来 据说预言都非常精准 他的预言在油管上点击量都已经超过千万 被誉为全球最年轻的预言家 关于2020年的预言 其实印度男孩最早是在2019年9月份 开始在油管上发视频预测未来走向的 因此他的预言可以追溯到2019年 2019年8月22日上传的视频预测了 2019年11月开始全球将经历异常灾难 2020年3月将进入高峰 世界将会非常艰难 并且2020年12月20号面临比病毒更严重的灾难 时间将持续至2021年3月 2021年世界经济将会崩溃 一直要到2021年11月世界才能摆脱灾难和恐慌 将会慢慢好转起来 近期印度男孩再次预测 提醒人们必须保持警惕 他表示 因火星和土星在相对的位置 世界还会存在不安动荡 另外 Data病毒肆虐 英国温布顿网球比赛 欧洲杯足球赛 这两场重大比赛汇聚的大量人群可能将导致新一波疫情的爆发 这是阿南德对7月份可能发生事件的预测 实际上 自英国政府宣布不再控制疫情的决定后 就已经引起了许多专家的警惕 很多人士都曾发出警告称 英国很有可能会成为变种毒株的培养民 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前 开展大规模体育赛事导致大量人员聚集 确实存在极大风险 更何况是德尔塔病毒正在凶猛肆虐的当下 阿南德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 此前 他曾预测美国、日本、印度及欧洲国家将在6月20日后发生大事 之后 美国11层公寓坍塌 100多人失踪 日本泥石流至10多人失踪 这令一些人更加迷信阿南德 另外阿南德还请大家注意 2021年的7月和9月至11月 11月21日后全球经济将出现泡沫化危机 明年5月可能会有新疾病爆发 而且即便有疫苗也于事污补 关于阿南德的预测 不少媒体都曾发文怒斥式谣言 并指出其爆火的背后是团队炒作 并且 这位所谓的预言家在脸书上还被贴上了部分不实信息的标签 不过 这似乎并不影响阿南德的流量 其预言仍然受到很大关注 爆红的流量已经成为了滚滚利益的来源 这种所谓的预言大多都成为了谋求短期利益的一个噱头 没有丝毫价值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订阅 以做支持 谢谢